京台高速有多牛,中国高速有多牛,中国的高速在世界上位居前列,已经有15万公里的高速公路,果然,我国发展速度真的是不容小叙。 国境黄金周,你在高速堵车了吗?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段子,你若未嫁,你若未娶,赶紧上高速,都堵着呢,慢慢挑,从车型看财力,从车道看人品,从加塞看脾气。 中国高速的确给我们生活提供很多便利,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京台高速,光听着名字就能感受到这气魄,京台高速,顾名思义,北京到台北的高速公路。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领土,有丰富的旅游资源,特别是一些热带风情,还有许多美味的食物,让吃货来到这里都满足自己的味蕾。 在台湾回归之后,很多个人都会来到这里,但是大陆和台湾隔海相望,什么时候才能够在台湾海峡上建一座大桥呢? 台湾海峡通车是否有可行性呢?答案是肯定的,因为台湾岛和福建隔海相望。 京台高速作为国家7918高速公路网中的首都放射线,是联系我国华北、华东乃至东南地区的重要交通通道。 京台高速公路编号J3,起点是北京,终点是台北,线路全长1931.630公里,我们看看地图上的直线距离,大概有1700公里。 图中经过的城市从北到南,北京、河北、天津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、海峡通段、台湾段。 高速所有路段最高时速均为每小时120公里,我们具体来看看图经路线。 京台高速在大陆的起点就是我们的首都北京的南五环,在北京地区的里程为26.6千里。 接着,通过河北的廊坊市广阳区九州镇,由廊坊市进入到天津的范围,通过天津进入河北苍州市,再从河北进入山东德州、泰安、居府、邹城、藤州、藻庄。 山东地区的里程约为369.3公里,从山东藻庄进入江苏苏州市,从苏州进入安徽,路过淮北、苏州、邦部等十个地区。 随后,由安徽黄山市进入浙江省西部地区,渠州市,路过浙江的就只有这一个市,再由渠州进入福建省境内,南平、宁德、福州、平潭。 在大陆的终点是福建省福州市的平潭县,这里也是最重要的工程,堪称整条高速公路修建的点睛之笔。 最后,由平潭县进入台北市。 那怎么从平潭县进入台北市呢? 京台高速是如何跨海呢? 地图上看,我们直线距离平潭县到台北市180多公里,就算是临近的城市,很近。 可是,平潭和台北之间隔着台湾海峡。 台湾海峡是中国福建省与台湾省之间连通南海、东海的海峡。 平潭县是一个岛屿,在这里修建跨海大桥。 台湾海峡呈北东南西走向,长约370千米,最窄处的台湾岛白沙甲与福建海滩平潭岛之间约130千米。 台湾海峡平均水深约60米,最深处水深为88米。 由于台湾处于地震带上,而且台风侵袭也比较多,所以专家们一致认为,从平潭县到台湾省的新竹市,这一段跨海通道是地质最稳定的一段。 而且,平均水深只有60米,成功建成跨海通道的几率也比较大。 平潭海峡大桥是福建省第一座真正意义的跨海特大桥。 公铁两用,建成通车有利于推动海峡两岸经贸往来,在新竹市成功着陆以后,接着就可以从桃园市一路向北到新北市。 而台北市与新北市隔阂相望,顺利到达台北,大路段高速进行的还算顺利。 静台高速的关键控制点就是台湾海峡海底最道端,台湾海峡通道无论是否提前开建,至少从现在开始抓紧开展试点工程, 做足基础上的准备是十分必要的。 尽管我们已经有了港珠澳大桥,城管隧道,狮子洋海底隧道等超级跨海隧道的经验基础, 但要在水下几十米建设125公里的铁路隧道,甚至是工铁两用隧道还绝非易事。 不过,从目前中国的基建技术水平和综合国力来看,建设台湾海峡海底隧道的时机已经成熟。 当然,我们的信心也是满满的,基建狂摩,想要做的事就没有做不成的。 我们跨越百多公里的台湾海峡当然不会遥远,京台高速也是非常有意义。 如果有一天,全面建成京台高速铁路,发展较慢的城市可带动经济, 除了经济发展也潜移默化地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,促进南北方的文化交流, 不再是飞机这个单一的交通工具。 沿海城市之间的交通更加便利了,不仅飞机和高铁可以到达自己心仪的城市, 在高速沿途看看风景也是不错的。 其实提到台湾,我们就会想到祖国早日统一, 希望这条京台高速在推动沿途城市的经济发展的同时, 也可以加快两岸交流合作,实现祖国和平统一。 京台高速存在有非比勋长的价值,带着全国人民的殷切期待。 等待这条跨越南北的高速彻底完工, 京台高速什么时候才能修建完整, 海峡两岸什么时候才能通车? 相信,海峡两岸通车距离我们也不会再遥远, 台湾也是我们的领土,在这里修建大桥, 我们会共同努力。 中国台湾与内地同为一家人, 一旦这条线路基本建设取得成功, 我相信,这两个地方的往来会更加密切。 突然间